安置在加东高农的大部分呢就是包括了温丰村在那三个村的居民 那么很多的小朋友呢现在在慈亲的带领之下要到台上去表演 他们今天才刚学会的我们都是一家人 所以待会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演 而事实上呢今天稍早的时候 近似金社的常住师傅们也特别来到了加东高农 来跟许许多多受灾的相亲闲话家常 那么很多的相亲呢看到师傅的时候呢 其实心情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感触呢甚至直接掉泪 那么所以呢师傅们就是一直不断的抚慰 给他们加油打气 那么在师傅们的鼓励之下 那么大家呢也都现在有信心 毕竟家产没有了没关系 自己保留的这个健康的身体还要继续的来进行重整家园 更何况这么多志工的爱慧陪伴 他们呢现在也都充满了信心 好事实上呢在今天呢 在所有的受灾相亲当中好有一位比较特别的 就是我们知道这次呢其实在以温丰村来讲有两位的慈忌委员 而且两位慈忌委员自己本身都是受灾户 但是呢他们都顾不得自己家里面都还在受灾 就已经展开各项的副位工作了 那么现在呢站在我旁边 我要来跟大家介绍他麻烦画面回到现场 这一位呢就是在温丰村的慈忌委员 左菊金 左师姐 左师姐你好 你好 各位慈忌 全球的慈忌人们 还有各位乡亲大家好 好 左师姐啊其实当他在发生水患的时候 整个逃离现场的过程很惊险 要不要稍微给我们回顾一下 虽然不是太好的回忆 但是告诉我们一下当时的惊险状况 好 我们当时我们每个人就想说 把我们的家当弄好的时候 我们在走出我们的家门 可是那一瞬间说实在 那个大水一来 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 每个人的手上都抓了一只手机就往外跑 那我们被大水一路的冲到海提岸来 那当时做 就是在水里面再沉再服这样冲出去 对 就是这样一冲 还好我们有一道海提岸 不然我们是冲到海上去了 那我们站在那个海提岸旁边 我们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都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办 好 那后来呢 您被救起来的 那您这一身的蓝天白云 怎么找到的 这是您的制服吗 不是 这是我们台北的师姐很感恩 他帮我请两套制服来给我 因为我只有穿一套一副出来而已 全部都湿了 对 全部都在那个黎林里面 都没有什么 只有那一只手机 而且那手机真的是 带不上用场了 而且现在穿上了蓝天白云之后 就立刻呢 放下自己受灾的这个沉重心情 家里还有待整理 但是就已经投入复卫相亲的工作了 好 其实呢之前 上人在志工早会的时候 有提到说有相亲受伤 有提到有蜂窝性组织言 讲的就是你嘛 要不要告诉我们一下 你现在的手怎么样 好多了 好多了 谢谢各位师兄师姐 还有上人的关心 我的那个伤口都好多了 是在逃离现场的时候受伤的吗 对 就是不知道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有受伤不知道原因 可是在事后就已经从肿 那医生说需要住院观察 哇 你还可以这样来复卫相亲 自己又受伤 而且家里面也受灾 你觉得在这段已经14天了 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的 你现在还可以用笑容 来面对你的相亲 我们的师兄师姐最照顾我的 他知道我的状况 每个都非常关心我 让我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心 然后我觉得我如果出来的时候 只要我在 我的师兄师姐们都一定会帮我 对 就是法亲关怀的力量 好 我们也祝福佐师姐 谢谢 感恩您 画面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 现在有好多好多的小朋友 在这个慈亲的同学的带领之下 开始来表演 我们是一家人 没有错 有许许多多法亲的关怀 乡亲们在重建家园的路 一定可以充满了力量的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